或者让董杰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外界的关注 那最近董杰在上海出席代言活动 他的状态明显比前几次亮相好了很多 而董杰自己也说 前段时间的西藏之情也带给他了不少力量 当天以一袭白裙亮相的董杰气色明朗不少 神情也不在像之前几次亮相时那么暗淡 董杰付出后的演艺工作都还在洽谈阶段 但他已经开始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前段时间他就加入到了好友陈坤发起的 心灵建设公益项目《行走的力量》中 之前去行走的力量算是去散心的吗 不是散心 然后因为我也很想就是像一个剧院姐一样的 然后走在队伍当中可能是不说话的 可能是安静的 也许是发现故事的或者是没有发现故事的 我觉得都无所谓 我觉得是一次非常好的旅行 身形瘦弱的董杰在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原上 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体力之好让同行的人都很惊讶 尽管后来因为膝盖旧伤复发 董杰没有走完全程 但这次的西藏之行对于他的影响却不一般 我一直其实想要我去找到相信的力量 我觉得在这个途中我努力去相信 相信自己相信一切 但相信爱是一定有的 所有人都有